大家好,中国方面宣布9月份资本流入大幅增加,创两年最高 与美联储降息美元资产的回报率 中国企业上个月纷纷将资金转回中国国内市场 导致中国出现了约两年来最大单月资本流入 这些转变是近几个月美元下跌之后发生的 人民银行也宣布一系列的支持经济提振股市的措施 中二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9月国内企业向银行出售的外汇数量创下2021年12月以来最高 与过去一年大量购买美元和其他货币情况发生急剧的逆转 那户贸易外汇结算量增加 那表明对人民币稳定的信心日益增强 与证券投资相关的外汇销售达到创纪录水平 那这一转变是最近几个月美元下跌之后发生的 那人民币呢 也一度突破了7元的大关 那随着人们对美联储将以多快的速度降息质疑越来越多 美元最近出现反弹 那数据证实呢 美联储政策转向后人民币贬值风险有所缓解 人民币升值受到实际外汇结算流通的支撑 这趋势能否持续将取决于美联储降息的步伐 美国大选和中国刺激措施的力度 另外美国的科技技术苹果公司首席支援官库克呢 周三23号抵达北京 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会面 据工信部的声明呢 金壮龙向库克表示 希望苹果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加大创新投入 与中国企业一道成长 共享高质量发展红利 声明表示 双方在会议中 就苹果公司在华发展网络数据安全 管理云服务等议题交换意见 工信部的声明也提到 库克表示苹果公司 愿意积极把握中国对外开放的机遇 持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助力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 外界也关注 苹果是否在中国推出人工智能服务信息 不过工信部的会面声明中 并未提及任何相关内容 库克8月份曾表示 为拓展苹果AI版图 苹果正在与中国 以及欧盟的监管机构沟通 了解监管相关要求 库克在中国的社交媒体 微博上表示 很高兴再次回到北京 他高调的分享一系列访问行程 包括参加手游活动 参观有机农场 和中国大学生交流 并与中国知名摄影师一起在北京互动散步 这是库克今年第二次访华 苹果的销售量下滑 也正寻求提振中国关键海外市场销量 分析认为 库克多次访问中国 表示中国市场对苹果重要性日益增长 中国是全球最大智能手艺市场 尽管苹果的iPhone深受中国消费者欢迎 但近年来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消费低迷 背景下苹果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已被中国本土竞争对手超越 苹果公司的财报 第三季度实现营收是857.8亿美元 同比增长4.9% 净利润214.5亿美元 同比增长7.9% 苹果公司二季度 紧列中国智能手机供应商第六位 去年同期是第三位 苹果于9月20号开始 中国销售其最新智能手机 同一天 中国本土企业华为也推出了竞争机型 9月26号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受邀 出席环任智库大乡理事会 德国游说组织大西洋之桥共同举办的 跨大西洋地缘经济论坛谈及美中关系 博恩斯发言表示 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看 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同国的关系至关重要 这关系非常复杂 因为当然我们既与中国是竞争对手 在某些方面我们也在努力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 我要简短谈一谈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那就是中美关系 当然我期待聆听你们的观点 回答你们的问题 并在充满美国人 欧洲人和来自世界各地人民的听众席上稍作交流 因为我认为 对美国和我们的欧洲盟友的未来来说 没有什么比正确构建对华关系 并推动其向前发展更为重要 首先我要说的是显而易见的 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 我们与中国中华人民共同国的关系至关重要 这是个非常复杂 因为当然我们基于中国竞争对手 某些方面也要努力成为中国的伙伴 我知道这也反映了北约国家和欧盟所面临的战略困境 我会从一些好消息开始谈论中美关系 这些好消息可能会让大家在纽约的一个 周四早是感到安心 我将不得不在发言中告诉大家一些坏消息 然后我们再从坏消息说起 下面是关于中美关系相对较好的消息 我认为自从拜登在亚太经合组织 旧金山峰后期间会见习近平主席来 我们在过去九十两个月已经稳定了中美关系 在此之前我们经历一段非常非常坎坷的时期 我于2021年宣誓就任大使 佩洛奇议长访问台湾 我们对此表示支持但确实导致两国关系低迷 严重的低迷 中国政府切断了两国间的许多重要战略渠道 你们应该还记得 23年2月一个奇怪的气球飘过美国国土 从阿拉斯加一路穿越大平原 到达南卡罗兰娜州 在那里被美国总统下令击落 这导致我们与中方的关系陷入低迷 布恩斯指出 因此我们经历了2022年大部分时间和2023年部分时间 两国之间没有任何可行重要内阁渠道 作为一名外交官 我对此深感忧虑 尤其是两国关系中 有时充满了尖刻和竞争 有时甚至怀有怀恨怨恨 你需要让最高层的人进行对话 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能够重新建立的 我们现在的布林肯国庆 与中国的外长王毅有着密切工作关系 沙利文安全过问也与王毅进行战略对话 一轮财长与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雷蒙多 商务部长与中国对应的王文涛进行战略对话 我认为我很幸运能够在拜登总统的预导下建立这种关系 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有着非常牢固和持有的关系 至今有十二三年之久 那么我所说的稳定关系是什么意思呢 我重新建立 我们重新建立了成功所需的内阁渠道 尤其是在困难的双面关系中 那有哪些具体例子 在我谈到两次危机中 我们两国领导人都没有保持联系 包括军队领导人 那现在我们的国防部长和参谋长 联谊会主席都与中国的军方界联系 而且非常重要的是 领导我们的印太司令部的帕帕罗上将 最近与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 进行了两次会晤 这意义重大 因为我和我们很多人都担心一件事 就是意外冲突 可能是军舰或军机相撞 不幸的是 这种情况在两国关系中曾发生过 在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 你希望有能力让我们的高级军事者观 保持联系 以降低温度 与意外的力量分开 并达成和平的结果 因此对我们来说已经开始奏效 建立更紧密的两军关系 本斯提及 那关于芬太尼问题 各位在座的欧洲人芬太尼 是美国18到45岁美国人主要死因 这是一场真正的国家健康危机 中美洲的贩毒集团 制造合成阿片类药物 大部分潜体坏品来自黑市 因此拜登总统与习平会晤 那么中国政府承诺将与我们合作 那我们在减少这些潜体化育品的流通打击 为提供资金 非法资金 包括金融活动方面 取得了进展 并尝试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 共同解约这一涉及美国和许多国家的 重大全球健康问题 我们做的还不够多 我们走的还不够快 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但我确实认为 我们至少能够一起朝着一条路前进 这给了我们一起安慰 人工智能是我们共同探讨另一个话题 显然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 给我国带来的好处 但我们也看到了风险 我们已经开始与中国政府进行战略对话 以应对人工智能相关的军事风险 我们的对话才刚刚开始 而且我们还会走得更远 但至少我们已经开始 当然与我们在北约的盟友和印太极的盟友一道 我们已走得更远 我再举个例子 最后一个例子 那就是气候变化 中国约占全球排放量28% 美国占10% 但我们是两个主要的碳排放国 我认为我明白 我们对彼此 对我们的公民 尤其是对世界80亿人 负有共同责任 要确保我们共同努力 履行2015年奥巴马总统 再任时与习近平主席 共同做出的巴黎协定的承诺 你们中文很多人都认识 我们的气候谈判代表 波特斯塔 三周前他刚刚访问北京 我认为他进行了一系列 富有成效 建设性的会谈 我们在叶芬提上的意见不一致 我们希望中方能够在甲烷氧化 亚旦方面做更多 并在未来一两年内 做出非常积极的国家声明承诺 我们希望在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上看到进一步的进展 但我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这方面努力是一致的 因此在这方面 我们在高层沟通方面的关系 更加稳定 这是我们能够进行 有时非常困难的对话 从而降低分歧 导致冲突的可能性和概率 因为我们显然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试图以非常负责任的方式 来管控这些情况 所以不管你信不信 这才是中美关系中最好的消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才是真正要关注的 然后我会停下来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第二点是很大程度上 中美之间的一些关系 仍然极具竞争性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两个经济体 我们是世界上最强的两支军队 我们是两个拥有巨大全球影响力 对世界产生影响潜力的国家 就我们而言 我们认为这是积极的 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处理这一关系 我们是制度性对手 我认为未来十年至少更长的时间内 我们都将是制度性对手 这种较量和竞争体现在四个不同的领域 当然 这在印度太平洋安全领域也发挥着作用 过去四年 在拜登领导下 美国做了大量工作 以加强我们与日本 韩国 菲律宾 泰国 澳大利亚的安全联盟 我们与英国 澳大利亚共同提出了一项 非常有前景的战略倡议 即澳英美三边安全火码关系 这对于维持印太和平 以及提供强大威慑力量 至关重要 那就在上周末 我们的拜登总统 在他的家乡特拉华州 接待了四方安全对话 印度 日本 澳大利亚 美国携手合作 这是一个能力超强 实力雄厚的四重奏 其目的是 确实就如何加强民主 如何加强市场资本主义 如何共同应对全球重大问题 积极议题开展合作 因此我们认为 我们在印度太平洋的安全领域 加强了联盟伙伴关系 不过 我还想说 改变游戏规则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北约和欧盟都开始考虑 他们在世界 这一地区的安全力 当北约领导人开会时 我们有四个来自印太地区的安全伙伴 他们在西欧 美国 加拿大 或会召开地 与我们会面 这改变了游戏规则 我们看到大量的欧洲议员和欧洲各国的政府议员前往台湾 支持与台湾当局建立联系 我们希望这将维护两岸的和平 在安全领域竞争如此激烈 美国当然决心与我们的盟友一起保护我们作为印太安全力量的领先地位 这是竞争的首条件 但我认为在中美关系中技术和经济确实占据了中心为止 你们知道美国和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商业竞争 但很明显 随着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思考 对生物技术量子计算的思考 军事领域的技术开发将以商业市场上发生的事情为基础 因此美国决心保护我们的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并决心在此技术上与他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合作 你们已经看到 美国关闭了美企向中国市场出口先进半导体的可能性 现在美国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 在华投资人工智能企业受到限制 我们采取这种小院高墙的做法并非真正出于商业的原因 而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我们不希望解放军获得我们最敏感的商业技术 这些技术可以转化为军事能力 我们也看到其他国家也开始采取这些措施 因此技术是中心舞台 经济是中心舞台 我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非常复杂 中国实际上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仅次于我们的北美邻国加拿大和墨奇哥 我们已经宣布我们的财政部长耶伦 在多个场合说过 我们并不试图将中美之间的巨大贸易和投资关系 去年超过6000亿美元脱购 但我们将去风险 我认为技术和经济的结合 使其成为我们整体关系中最活跃 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而产能过剩的问题 我希望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详细谈谈这个问题 也变得更加重要 我们认为中国在电动汽车 太阳能电池板 锂电池 钢铁 机器人 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存在大规模生产 而且过剩 其中一些领域的产量是中国国内需求2-3倍 那么现在正试图以人为的低价向全球市场经销这些产品 我知道欧盟正在就欧盟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激烈辩论 我不想评论欧盟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 这取消于欧盟 但如果你放眼世界 就会发现南非和土耳其都提高了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 保护本国市场 治理巴西 墨西哥 加拿大和美国也采取了同样措施 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对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电动汽车销售 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中方的所作所为在国际贸易中显然不公平 我们绝不容忍美国出现第二次中国冲击 在第一次中国冲击中 我们失去了超过100万个美国就位岗位 我们将保护美国这些就业机会 我认为许多其他国家也在以同样方式应对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让我们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我们还应在经济国家安全领域讨论这一个事实 即数千家中国公司一直在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个部件 以加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 并允许和加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邪恶野蛮非法活动 以及向乌克兰发射俄罗斯火箭和导弹 无人机杀害乌克兰平民 我们决心阻止这一切 在过去几个月里 我们制裁了300多家中国公司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中方行为有所改变 因此他们应该知道 我们将继续采取一种惩罚性措施 以表明我们的态度 即我们不会坐视中国大力帮助俄罗斯加强 其军备潜力和国防工业基础 因此在印度太平洋的安全领域技术问题 经济和贸易问题上 我们两国正在激烈竞争 还有最后一个领域 从很多方面来说 这确实是最重要的 我们与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 我们并不回避谈论这些问题 像维尔尔企业家埃塞提 以及医生阿巴斯 这样的人因为在新疆维尔自治区 自由和人权大争几乎 被不公众的关押 西藏也是如此 香港也是如此 宗教权力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与中国存在重大分歧 我们与今天在各位所代表的 许多国家一道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工作 试图揭露中国政府那些可怕的人权做法 这就是我们两国政府之间 进行激烈竞争的主要内容 不过请允许我 用一个稍微积极的观点来结束我的发言 我认为我们将与中国竞争 我们美国欧洲国家和许多印太国家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如此 因为我们必须捍卫民主 必须捍卫法治 我们必须捍卫菲律宾这样的国家 不受解放军粗鲁恐吓的权利 但我们也要保证 我们是一个关系负责任的管理者 因此我们致力于维护中美之间的和平关系 我知道这对欧洲国家 和我们所有的印太盟友都是如此 但说出来很重要 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来构建这些渠道 与中方立党人进行了无休止的会晤 以便我们之间的分歧 可以和平裁决而非通过武力 大家可能听伯恩斯 就是驻华大使说了一堆 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就是我联合盟友 对你进行一系列制裁围堵 但是我们不能打 一定不能用武力 就是我们可以做武力之外的一切 但是中美不能打 不能打什么原因呢 因为美国不希望自己回到时期时代 因为打起来 那双方肯定最后就是核武器 也就是说美国和中国的竞争 美国现在要做什么 要做管控 就是美国不希望把中国逼到最后和美国 丢原子弹 双方进行最后的这种 人类的终极对决 这种情况 不希望 那么也就是说美国要一边逼中国 一边围堵中国 还要使用外交手段 不能让中国和美国发生热战 发生直接的冲突 这就是伯恩斯的作用 也是美国所有外交人员作用 就是他对你做一切伤害你的行为 但是你不能伤害美国 你不能和美国发生战争 那么美国就可以用他一切手段 对你做一切的坏事 那我呢 来谈一下 现在呢 大家可能对这个中美关系 在看伯恩斯的很多说法 其实是有这个出入的 就大家对美国的这个态度 他伯恩斯说了一堆 就是怎么制裁中国 怎么限制中国 为什么制裁中国 但里边还有一个啊 事实 事实是什么呢 就是中美啊 在经贸领域 在贸易领域 美国一直说 中国呢是 抢了美国的工作岗位 中国对美国倾销 美国所有行为呢 是联合盟友 要限制中国这种倾销 限制和中国的贸易 但结果是什么 美国的川普上台 到现在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 不但没有虚弱 中国和美国的这个贸易额 按正常来说 贸易战已经打了 对中国的各种商品的这个 对吧 关税也争了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让中国产业升级了 就你对我争关税 那些初级产品 你不说我向你倾销 那我不卖便宜的 我就卖贵的 你没有听说啊 中国现在不卖便宜东西 像美国就卖贵的 就是你能想象的啊 那些高端产品 很多都没得你拆的 那反而中国从美国获得更大的一轮了 获得更多的这个顺差了 就中国现在从美国获得的顺差 反而在增加 那么你其实你看到里边有一个逻辑是什么 就是美国对外对盟友说啊 我我们要联合限制中国的这个外貌 但是美国 反而再将更多的美元送到中国手里 为什么 因为美元本身 他要通过和中国的合作 让中国获得更多的美元 进入到中国的下游 通过中国的整个的分销网络 让美元走向全世界 包括走向非洲走向中国下游的供电 我把美元给中国 中国呢拿着美元在全世界采购 采购完的东西呢 制作成高端的产品 卖回给美国 美国继续把那张美元给你 那么下游呢 下游获得美元以后 美元的霸权就可以渗透到全世界 因为现在看能够支撑美元的 只剩下亚洲的这些国家 欧洲国家人是欧元 不会支撑美元 所以世界结算还离不开中国 离不开中国 这就是美元霸权 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和美国真实的关系 是美国要利用这个贸易的逆差 把美元给中国 来渗透到中国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下游 上下游全部控制 用美元 那么中国就非常关键的角色 那这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分工 所以你看到一点是什么 美国和中国打了接近十年的贸易战 小十年的贸易战 现在到第七年了 那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额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扩大 低端的我不做了 你不对我这个袜子裤头进行收税吗 那我不做了 让越南 让多南亚做 他们去做 那个玩意本来挣的就少 那我中国呢 我中国产业升级 我造汽车 我造机型 我造一切 对吧 你这个对我进行限制里面没有的 高富价值产品 不是低端 所以也就是说 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限制 反而刺激着中国整体产业升级 反而刺激着中国啊 在产业链供应链里面呢 这个啊 坏一圈 那中美现在呢 真正的竞争呢 其实就是技术啊 这个伯恩斯说的非常清楚 就是技术上的竞争 因为中国一旦完成产业的整体升级 那么美国将不能啊 再限制住中国 不能限制中国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国将成为世界工厂和全世界经营贸易 可以不使用美元 也就是我不需要美元 我用人民币 是吧 用你中国的钱 我就能买到全世界所有的产品了 中国不需要西方的技术了 听懂了吗 所以美国一定要保证自己这点技术 这点最高端的技术 还能够和中国竞争 不然的话美元 中国真的放弃美元 那么美元 将很难在这个 包括像欧元 像亚洲其他货币 整体的这个市场上 维持现在 就这种汇率 美元无法维持 大家想就中国大规模的抛售 在连带着一些其他和中国有大量贸易的国家 不再那样大规模囤积美元 把自己该囤的一些美元 一部分的份额换成人民币 换成其他交易的货币 那所有国家都这么做的话 所有国家只要 1%到2%的变动 那想想全世界海量的美元 就会回流到美国 就会形成一个什么 洪水 只需要1%到2% 200多国家 规模是非常空前的 这么多的指 回到美国 美国物价是什么样 大家不囤积美元了 大家开始抛美元 就会形成挤兑 踩踏时间 你越抛这美元越不值钱 越不值钱越抛 最后呢 美元终结了 废纸 美国想学英国 学不了 英国当时是主动放弃 对吧 我不当世界统治者 我大英帝国自己解体了 对吧 英国就解体了 我保证了英镑 对吧 英镑至少还没成废纸 现在美国不行 现在美国统治世界 他必须印这张纸 给自己加军费 如果美元崩盘的话 成废纸 购买力下降 你想想美国还能是世界第一吗 还能有军费 养活美国大兵吗 这张纸你玩明白的话 那你想一想 未来的财富重新分配 有钱人会不会大规模 再返回欧亚大陆 在投资中国 那美国呢 华尔街最强大的第三产业 能够吸引到资金吗 制造业也没了 金融业又被中国取代 资金又回到中国 那美国还剩下什么 美国就是个农业国嘛 就剩下农业了 农业未来能不能搞好 都是 就一点像阿根廷 有的是粮食 有的是牛肉 就是国家老百姓穷 又回到 又回到根上了 最后就给中国人种地 给中国人养牛 给中国人放牧 我说的不是玩笑话 如果这张纸 美元不值钱了 美元 美国工业 不能生产出那些商品了 你手里还会要这张纸吗 你看看阿根廷 阿根廷也是产 跟美国一样 也产牛肉 也产农产品 玉米 大豆 也产这些东西 阿根廷没有工业 没有金融 没有那张纸 所以阿根廷现在活成这个样子 美国手里也没有这张纸 美国是什么样子 所以美国现在和中国竞争的最核心是什么 我今天这个节目跟你讲清楚 就是最后的竞争的技术 不能让中国摆脱美国技术上的依赖 这是核心 就说白了 不能让你产业升级 什么叫小院高强 我关键产业上 封死你 你未来还是要依靠我 你不能摆脱美元 所以这是核心 那么现在中美竞争 现在来看美国是希望利用盟友的力量 让盟友发起和中国的贸易战 让盟友对中国进行限制 但现在来看 美元本身的价值 很多盟友也在怀疑美国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国家并没有配合美国 连日本都没有配合美国 日本在这很多问题上 其实日本也是 并不放心美元 很多问题上 你看日本的行为 也是 就是和中国和美国都在寻求一种平衡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来看 就是美国在经济上围堵中国 在科技上封锁中国 美国是做不到的 所以实际上你看中国和美国这个贸易战也好 科技战也好 美国只是向削弱中国 或者叫拖延中国的崛起 它并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 所以这是核心 也就是现在所有人都看懂了 美国已无力阻止中国崛起 美国只能保证自己那点可怜的技术 希望包括芯片 包括其他一些小的技术 能够由美国自己掌握面 而不依赖于中国 这就是美国 所以我说美国现在能在手里边 能真正的留在自己手里边产业已经不多了 芯片产业现在美国没有生产一片芯片 到现在都没有生产一片芯片 就美国把这个芯片 厂子都在美国开好了 到现在不能投产 所以美国的制造也完蛋 这是美国现在最重要的 就回归制造业 但是现在看很难 美国想和中国拼制造业 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不在同一个维度上面 中国是整个GT的制造业的总和 你想一想 所以中美现在这种竞争 美国想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 而中国正在紧追美国 所以它一定是有临界点 这个临界点一旦突破 中美并驾起去或中国超越美国 那么这个游戏就进了 那么现在最有趣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在对中国进行围堵 限制中国 那么结果中国拥有自己的产业链 反而和美国脱钩 就是美国不希望的科技产业链 中国摆脱美国这个控制 不希望中国产业升级 反而美国的很多行为 最后导致中国摆脱了美国 你像华为 原来芯片就向美国买 那么现在华为自己要搞了 也就是说美国实际上 它的很多行为 最后刺激了中国 让中国完成了和美国的脱钩 科技上技术上脱钩 那么你看这种脱钩 最后实现以后 还需要美元吗 我能从你这美国那买到什么 牛肉 玉米 好莱坞扭屁股那些明星 我现在看好莱坞电影 看都少了 歌星 什么男的歌星 女的歌星 跑到中国来唱了一个演唱会 那能赚多少钱 就是你想一想 我中国未来的制造业 我不需要美国 我从你这买的东西 越来越少 反而你从我这买的东西越来越多 最恐怖的是 美国没有外汇储备 美国人都不知道人民币是什么 你说美国 他未来从中国买更多的东西 又不能用美元付款 手里又没见过人民币 很多美国人都不知道人民币是什么东西 美国未来怎么办